這也是新的NPC嗎? 啊不對 之前好像就有 你唷 啊偷我的錢 什麼意思 偷五千塊 蛤 哈囉大家好我是鬼鬼 今天我們要再來玩一點 晉級高雅傳說 最近呢有一個大型的免費DLC更新 在我們傳播之後呢 SV有後續的內容喔 我們今天玩的天數是79天 好久沒玩喔 我們當時到底是怎麼樣呢 我們村莊是白鬼夜行 你解鎖了 可以選擇的 永遠死亡 哇塞 這是Hardcore模式喔 OK 這死掉是真的死掉嗎 玩家會死掉嗎 我們村莊已經有滿滿的構品 資源大概是超級豐富耶 我們好像什麼都不缺 那我們這邊呢 可以往上升級看一下 這次新增了哪些東西喔 這邊升級之線呢 多了好多條喔 以前大概是 武器類的就是一條線 然後只有魔法跟物理的分別 現在他分了好多 武器各種的精通都有 然後還有加強版的聖物 祝福的版本跟 詛咒的版本 兩個可能都不同的能力喔 然後也有新的聖物可以增加 OK多一些解鎖的東西耶 這邊直接升級最後的 前陣子之力的6級 初速武器增加 然後面難度應該是有新關卡 有更高難度的地方了 我這邊經驗值多到可以連升2級喔 我們之前怎麼玩的那麼誇張 這邊還多一個精通武器 按重攻擊有特殊的攻擊方式 欸這也是新的東西耶 我們的裝備也多了4套的樣子喔 來看一下有什麼不一樣 只能使用咒術 還有一顆星無法互活 但是你的傷害有10倍 這個真的是狂戰士耶 不會出現紅星 但是可以用熱誠治療 可以多一些特殊的玩法模式 為什麼他中文字有缺字啊 然後聖冠靈感治編呢 也有多一些新的內容嗎 廚房 欸多一個新的 可以讓教徒為其他教會成員烹煮餐點 我們今天餐呢都是要自己做 現在大概有越來越多的自動化了 這裡還有一個同住休息區 可以多位一起睡覺 永遠不會崩塌 多人房 我們之前的是毫髮休息處 這個可以收集前程值 那這個大概是比較省空間吧 比較便宜 左邊還有耶 墓室 可以埋葬五位教徒 哇埋葬類的 我們今天死掉基本上都是讓他飛生 然後就是直接沒有屍體 哇這邊可以買好多的屍體喔 左邊則是停屍間 啊咦這有兩個不一樣嗎 避免屍體浮浪的話 記得之後還可以復活 但是如果是停屍間的話 他這個越久會引發疾病耶 兩個是有差別的 我們先接受一個廚房好了 這邊靈感加的東西倒是不多 這邊教徒帶蓬仁 只要點菜之後呢 應該就會來幫我們做菜了 他可以做個30份 OK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出去冒險 其實一般做菜好像也沒有花太多時間啦 好像脫了中間這道門嗎 之前是沒有這個 喔有新的古神出現嗎 81天 他在講什麼 我要找新出現的神 眾神摧殘對象的繼承者 絕後今有和我談談吧 對喔因為我們取代了自己的神 成為新的神喔 防鳳無常的狂獸 感受不出來就是 世界軍 與來勢之夜分野開始崩損了嗎 新生之神啊 你在執行職責上有些出路 你四死眾主教 但是不讓他們安息 接下來要讓你執行 身為新死亡之神的職責 再次展開聖戰吧 哇我們現在是死亡之神喔 唉唷 全新的門耶 門全部都關起來 然後又重開一個新的 這算是 二周目嗎 我們要讓之前的神呢 再一次死亡 我們打敗他 但是他沒有死 我們只是 就讓他在那邊而已 我們要讓他解脫 好狠喔 來了 所以 重攻擊案件 來試一下 嗨 貓頭也還在 他現在走的都 越來越缺姿啊 奇怪 之前應該也好好的啊 噔 敵人變強了 狂熱之斧 可以拿一下這個斧頭 重攻擊 喔這個嗎 嗚 會消耗一個熱誠耶 來囉 看一下斧頭 我們現在 戰鬥 該怎麼打呢 斧頭 他就這樣迴旋攻擊而已 斧 距離剛好就在那邊 沒有到很長 持盾的敵人 你可以用重攻擊破壞敵人的盾牌 欸 心機制 之前沒有人持盾耶 嘿 喔我們這個重攻擊傷害這麼低喔 還敢持盾 我那斧頭應該打不到人 欸 商人 不一樣了 多一個 謝梅克耶 狂獸 擁有神力 喔有新的用具耶 OK要用什麼換呢 他不用任何東西 這麼好 怎麼可能是免費給我 免費的最貴吧 多了聖物耶 喔好多喔 之前沒有這個耶 我們現在解鎖了一大堆 然後剩下更多是要慢慢解鎖下去了吧 他給東西是隨機的喔 可以叫下猛烈的閃電 旁邊呢 哇 我們這邊有人老死了 我們看一下 這邊的塔羅牌 收藏家 可以增加聖物出現機率 買 喔這也是塔羅牌 塔羅牌又多了6張 7張的樣子喔 那這個免費的我們加減拿 聖物要怎麼使用 要蓄能完畢才可以使用 OK打倒敵人 那有的有使用次數 喔 開扁 他這邊在教你啊 我們要怎麼 集氣呢 蓄能使出聖物 他這個免費的真好 喔 使用聖物 喔 自動瞄準的閃電耶 好讚 比爛還好 比劍劍還好 他提供了新的聖物 太好了 他之後想不到做成聖物耶 這傢伙瘋狂傷人的感覺 誒 早就冒出一個新東西 這也是聖物嗎 鐵型變大的是會脆弱 他是護身符 誒 有多一個隨機事件耶 誒不是 直接打王喔 巨大化 喔 就這樣 我真的變大了嗎 巨大化 OK有變強嗎 傷害有沒有變高 我也看不太出來 巨大化 我是會慢慢縮小 扁 OK 快死了 扁 我真的有變大喔 什麼時候才會縮小 該不會是就持續就這麼大隻吧 這也是新的NPC嗎 啊不對 之前好像就有 這一個星星 呃 他偷我的錢 什麼意思 偷我五千塊 蛤 誒我的錢很多 有八千塊 他偷我五千塊 太誇張了吧 怎麼會有小偷 好 這個錢我之後 逃得回來嗎 這個五千塊 直接不見也太狠了吧 召喚一個等級 體驗過的新咒術 OK 誒他這個都是 誒 聖物 用掉就沒了喔 但這個我剛好都用一次 剛那個閃電好像也是一次就沒了 所以他可以召喚新的咒術 嗯 嗯 嗯 有嗎 沒感受到 武器傷人還是一樣吧 喔 他活下來但是 創造會招致毀滅 太古鎮從最後位 孵化出我們來提供擁有神力的器具 但我們絕不能自行使用 喔 所以他們只能帶給別人用 就像是我們一樣 好咧 我們來看一下武器可以做升級了 20等的吸血之鎚 速度超慢 OK拿一下吧 這個槌子超慢 但我們重攻擊 砰 甩一下 OK這應該不用破盾了吧 這個敲下去盾還沒破的話 那這個盾很強誒 誒有新造型 這個是小雞嗎 這個嘴巴長在那邊 那他眼睛長在這邊 這個方向是對的嗎 誒 塔羅牌的朋友還在 我們還是需要一些新能力 他是妹妹喔 他瘋狂在第一次翻轉牌就已經遇見了 他的抽牌正是他的親竹 喔 之前已經有人為他占卜過了嗎 命運是必須追求的目標嗎 還是取消一個人前進的力量呢 我們來再抽一隻牌吧 有生物在呼喚 由你去尋找去取得 OK 抽牌 誒我得到新的聖物了對不對 抽牌 誒 傷害增加1.2倍 OK 我見我們可以花錢再抽一次牌對不對 我們現在錢 之前是很多的 現在少了 少了有點多 我的錢 來啦 這邊小boss 我們的遺物 觸手 觸手有 有在幫我打嗎 中間多一個觸手出現 會 重攻擊 喔 好慢喔 我們這個錘子 有夠慢 觸手有在幫忙嗎 我們直接敲 跳來跳去 喔唷 我直接跳到那邊來 好像不太妙欸 我 挖著 不太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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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快死了 我要觸手 觸手沒有在 有在扒他嗎 觸手手好短喔 他沒有狠的 啊就 重彈 你以為有資格 進入我的界域嗎 我還進不去 哇 這感覺是新的boss欸 看我得先把之前的四位神 送走之後 才有辦法去挑戰他喔 這邊要把祝福跟詛咒 都開始解鎖了 剩下還有11個生物 我想應該是隨著關卡進度 會慢慢的解到吧 來啦 我們要再一次挑戰王 這個王也是等級2欸 都是加強版的 新的聖物 有效嗎 可以打敗範圍敵人欸 喔 好痛 我們進戰 嘿 小怪們 我們的重攻擊 射小刀的 OK 我們稍微遠一點好了 嘿 哇 好痛 搓他 小刀攻擊 喔 重攻擊 OK 好像還好嗎 解決啦 OK 得到了神之類了耶 好 連神都哭泣了嗎 但這個是不是也是要打四次啊 以前要打四次才能打他真正的boss 但這個boss 我們已經打死過了耶 要讓他哭四次才能打敗他真正的真身嗎 目前看起來是要再回去了 那這裡呢 真的耶 哇 所以這個 一樣要再打四次 他這是第二輪耶 得到神之類之後呢 再來找這個傢伙 我感覺到你成功了 感到神之類的存在 喔 他要飛升神話者才能看見 我低估了你 因為我打交道的對象只有神 我現在也是一隻神了 羊之神 這樣 和我成為共創大業的同伴吧 我有貴重物品給你這樣不凡的存在 有一個特殊的存在 啊是什麼 我取名字 鬼鬼王 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 啊就要叫我取名字 來囉 我們借此立下契約吧 把神之類帶給我 我之後會以獎勵回報的 給予神之類 給你囉 我剛剛全名到底取了什麼東西呢 哇 哇 全新東西 啊這是隨機的喔 蛤 我們這個項鍊是什麼 有一個月亮項鍊欸 登登 黑暗項鍊 沒有效果是嗎 通常得有犧牲才能獲得知識 這是送給村民的東西嗎 該不會是要死掉才有辦法用吧 黑暗項鍊 我們開始的第一筆交易 有些物品呢 可能為有你還無法想像的力量 有那些物品呢 為你發揮妙用 蛤 OK 所以給予神之類會一直給我新東西 好的以上呢 就這次禁魚高玩傳說大型的DLC 啊它是免費更新喔 玩法內容算是二週目 多了一些新生物還有武器的重攻擊 不過主要的玩法沒有新增太多 那另外它後面第二週目 其實有各關卡呢 要獻祭等級限定的教徒 像吳偉靈自算第三關 就要獻祭16個 這麼多喔 等一下 吳偉靈要16個 啊這叫18個等級7 這個才是第三關啦 吳偉靈算第二關 那最高級的那一關呢 要獻祭20個等級10以上 所以這個第二週目就是要一直養教徒耶 這步驟就是比較重複性一點 這個量要很多 一次要獻祭這麼多 那真是蠻殘忍的 OK 當然這是二週目的量 我分享給大家啦 感謝大家收看我們 下次見大家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